您知道如何处理或处置您的危险废物吗?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每天企业在处理可能对环境有害的废物时面临的常见情况。 这些废物也被称为危险废物。 虽然危险废物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却很常见。 危险废物是指虽然不再使用,但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物质。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实际上很多企业都会产生或拥有过它。 这些物质包括用剩的油漆罐、防冻剂、清洁用品等等。 如果危险废物没有得到妥善管理或储存, 它会对我们饮用水和娱乐用水,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和吃的食物,产生有害影响,影响子孙后代。 从餐馆到汽车修理店、理发店,所有公司和企业都有责任妥善处理好危险废物。 华盛顿州有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他们制造的废物击重成多。 生态部的污染预防援助计划可以帮助小企业妥善管理废物, 从而让我们共同做出巨大的改变。 让我们来看看贵司的企业在妥善处理废物, 保证企业和员工安全方面有哪些责任, 确定废物是否危险是安全经营和保持合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位员工正在查明他们有哪些材料, 以及他们是否危险,并给他们贴上标签。 当您产生废物时,您必须计算好量,妥善储存并处理它。 请注意,贴有标签的容器是存放在室内的。 当材料在户外并暴露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时, 它们需要被贴上适当的标签, 且密封储存在二级容器中。 这对于避免泄漏和减少昂贵的清理风险尤为重要。 大多数企业都有危险废物,很容易发生意外泄漏。 我们鼓励每家企业都在现场配备防泄漏工具。 如果您目前没有PPA专家,请联系他们。 我们会帮您制定一个防泄漏方案, 并提供适当的联系电话, 并为您提供一个免费的防泄漏工具包。 有三种方法来管理您的垃圾, 即回收、处理或丢弃。 适当的回收是首选的方法。 根据您的废物,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例如,有供应商可以在您所在的地方收集各种废物, 如药品、防动剂或电池等。 管理、处理或处置危险废物不当, 会对我们的环境构成威胁。 我们理解,妥善管理废物可能并不简单, 但您当地的PPA专家可以帮助您正确管理废物, 并找到废物供应商。 PPA提供免费且不受限制的技术援助, 帮助您从源头上防止污染, 保障您和同事们的健康。 感谢您花费时间了解PPA, 如何为您和您的业务提供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